无知少女为了防止被坏男人欺负,大胆将土豆塞进了身体。 不料弄巧成拙,土豆竟奇迹般地生根发芽。 这波操作差点带走了少女的生命,实在让人痛心疾首。 故事发生在二十年前的秘露,彼时极权统治刚刚结束。 前些年的恐怖袭击和高压统治给拼命百姓带来的阴霾一时还挥之不去。 少女莉莉安的母亲作为旧时代的可怜人,就曾亲身遭遇过暴力组织的摧残。 在母亲的影响下,莉莉安从小就对外界充满了恐惧,尤其面对陌生男性更是毛骨悚然。 出于保护自我的心理,莉莉安在十八岁那年信从古方,将土豆塞进了身体之中。 这件事情一直是莉莉安的秘密,就连母亲也毫不知情。 可就在前不久,这件隐秘还是被人发现了。 那是一个沉闷的午后,莉莉安像往常一样的哼着小调,照顾卧床不起的母亲。 年迈体衰的母亲也不断哼唱,回应着莉莉安的曲调。 二人正唱得尽兴,母亲的歌声却戛然而至。 待到莉莉安走上身前,她已经彻底失去了呼吸。 悲痛瞬间涌上心头,莉莉安直接昏了过去。 等她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医生正在和舅舅广坤谈论她的病情。 只听医生说道,她之所以会晕倒,是因为体内已经被拿颗土豆摧残的千疮百孔了, 现如今急需手术,才能保住性命。 对此,广坤有些为难,她很想帮助莉莉安,可实在是有心无力。 女儿马上就要出嫁了,但是骄傲给男方支付的彩礼就足够喝上一壶了。 更别说掏钱让莉莉安做手术了。 躺在床上的莉莉安望着广坤一脸为难的模样,自然明白发生了什么。 她向来善解人意,这一次也不例外。 只见她若无其事地走下病床,告诉广坤,她并不想把土豆取出,所以不用为手术肺发愁。 听闻此话,广坤的表情明显轻松了一些,可回到家,广坤又要头大了。 过两天就是女儿的大喜之日,而姐姐的尸体还站着地方,总不能就这么糊弄着。 思来想去,王坤决定把姐姐的尸体随便找个地方埋了作罢。 本以为一向好说话的外甥女应该不会反对,可不曾想这一次莉莉安的态度十分强硬,她打算将母亲带到乡下入土为安。 目前的问题是,别说葬礼,棺材啥的,就连回家的路费莉莉安也拿不出来。 无奈之下,她只好祈求舅舅多给她一些时间,在她挣购葬礼费之前,能把母亲的尸体暂存此处。 广坤纠结再三之后,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下来,不过条件是,把尸体裹好,不能发出气味。 莉莉安摔碎存钱罐,拿着仅有的储蓄来到商店,买了一块廉价的裹饰布,又向邻居借来几桶蜡。 之后,在邻居的帮助下,顺利地把母亲的尸体裹成了木乃伊。 将这一切安排妥当之后,莉莉安怯生生地来到城里,找了份女佣的工作。 雇主是个单身女歌星,事少钱多。 她对莉莉安的要求很简单,每天只需要帮忙接待一下莱克,偶尔帮忙处理一下家务,就可以拿到三百元的高薪。 对此,莉莉安欣喜若狂,要知道当时办场葬礼,顶了天也就百十来快。 因此莉莉安工作时十分上心,生怕不小心弄丢了金饭碗,可有些时候,你越是小心翼翼,就越会把事情搞砸。 莉莉安来到歌星家第一晚,就差点捅了娄子。 当晚,莉莉安拿着电钻帮忙打孔,刚接通电源,突然感到小腹疼痛,手上一抖写些打伤歌星。 惊慌之余,莉莉安夺门而出,静止来到宿舍将房门锁紧。 第一时间查看了自身的情况,昏暗的房间内,女佣莉莉安慌里慌张地掀开裙子, 恶然发现体内那颗用来防备坏男人的土豆,竟然长出了嫩牙。 忍着剧痛,莉莉安拿起剪刀,将嫩牙弯了出来。 为了打消内心的恐慌,莉莉安再次哼起妈妈娇的歌谣。 然而就是这无意间的举动,反倒让莉莉安因祸得福了。 悠扬婉转的歌声,飘进了雇主女歌星的耳中,她最近正愁着创作新唱片。 突然听到如此美妙的歌谣,瞬间灵光乍现。 欣喜之余,女歌星连忙带着莉莉安来到首世间, 只见她猛地将一条珍贵的珍珠项链扯断,白净无瑕的珠子,逼得一声,散落满屋。 接着,歌星俯在莉莉安耳旁,神秘兮兮地说道, 你每唱一段歌谣,我便会给你一颗珍珠,你看如何。 莉莉安听闻此话,满眼都是星光闪闪,她从小就喜欢唱歌,也只会唱歌。 无论是喜怒哀乐,她都只能把这些情绪化作歌声。 可唯一的问题是,她的创作从来都是极性,想要稳定输出显然是不太可能的。 不过,为了早日将母亲安葬,莉莉安在挣扎之后还是答应了下来。 如此一来,生活算是有了盼头。 次日,莉莉安兴致勃勃地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无论是扫地、浇水还是修建花圃,莉莉安时刻都在想着即兴创作。 正当想得入神,突然传来敲门声,门外来人表示自己是女歌星新招的园丁。 莉莉安听到是男人的声音后,瞬间恐慌不已。 在她的认知中,陌生男人等同于洪荒猛兽,这是她母亲从小给她灌输的观念。 于是,莉莉安十分谨慎,繁复确认了计十次。 确定门外男人的身份没问题后,才算将其引进了院子。 这个男人名叫丹尼尔,长相慈眉善目,说话也是彬彬有礼。 这让莉莉安第一次对男人的看法有了改变,但仅凭这些,还不足以让她完全卸掉防备。 整个下午,莉莉安一直躲在厨房观察丹尼尔,那副好奇的模样就像是小孩子第一次见动物园那般有趣。 正看着,丹尼尔突然静止来到厨房,她是过来讨水喝的。 莉莉安一边警惕一边接了杯水,递到了丹尼尔面前。 这一幕既可爱又让人心痛。 为了缓解莉莉安紧张的情绪,丹尼尔随机堆上了一脸人畜无害的表情,主动与其交谈。 眼看,眼前这个男人并不像母亲口中那般张牙舞爪。 莉莉安渐渐放下了防备,尝试着与她聊天。 两人聊了整整一下午,莉莉安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通透。 这么多年,她终于看到了外边精彩的世界,原来男人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可怕。 如此看来,那颗土豆的存在毫无意义。 想到这里,莉莉安有些悲伤,情绪使然红了眼眶。 而就在这时,灵感突然来临,只听她将所有的情绪都化作了歌声唱了出来。 晚上,女歌星回到家,莉莉安将这首即兴而来的歌谣献了上去。 作为交换,女歌星赏了一颗珍珠,尝到甜头之后,接下来的日子里,莉莉安拼命找灵感。 可灵感这东西可遇不可求,一连几日她都毫无进展。 直到这一天,丹尼尔护送莉莉安回家。 一路上两人聊了许多,聊到往事,聊到爱情,这让莉莉安心中荡漾不已。 当天晚上,她再次向女歌星献上了新歌,如此一来一回,莉莉安用了不足两周的时间,就几乎将珍珠全部都换了回来。 与此同时,她和丹尼尔之间的气氛也变得有些微妙,可就在这时,莉莉安又一次昏了过去。 很显然,那颗土豆已经严重影响到她的健康了。 来到医院检查,医生给出的建议还是手术。 面对这般情况,莉莉安只好加快创作进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收集到了所有的珍珠。 眼看母亲的葬礼和自己的手术总算有了着落,可就在这个关头,她再一次昏了过去。 幸好,丹尼尔及时发现,将其带到了急救室。 这是一场惊世骇俗的手术。 医生费尽周折,从花季少女莉莉安的腹中,取出了一颗土豆。 说来实在悲哀,就是这颗已经生根发芽的土豆,竟成了这些思想封闭,愚昧无知的少女们,用来保护自我的最后一道防线。 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时至今日,在一些文明落后的地方,依旧存在着如此离谱的古方。 幸运的是,科学文明正在迅猛地驱除这些恶俗。 手术结束,莉莉安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回到母亲的尸体旁。 她体内的土豆正是在母亲的影响下才存在的,如今她终于得到了解脱。 遗憾的是,母亲永远无法看见这片已经恢复清明的世界,或许在母亲那个战乱的年代,土豆的存在是应该的。 莉莉安不再多想,她过来车子,背上母亲的尸体,踏上了回乡的旅程。 一路上漫天黄沙,莉莉安的头发在风中自由飞舞。 看着怀中的母亲,她露出了一丝微笑,突然一片大海映入眼帘,莉莉安急忙叫停,随即背着母亲来到海边。 这里一片蔚蓝,海风清凉,没有集权统治,也没有暴力组织。 母亲终于可以丢掉土豆,终于可以永远躺在避海蓝天之下了。 影片最后,莉莉安和丹尼尔顺利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两个孤独的灵魂终于找到了归宿。 这部秘鲁电影《伤心的奶水》乍一听电影名,我还卑鄙地以为这是一部充满禁忌的人性猛片,结果看下来才发现原来是一部心灵救赎大戏。 这也是我第一部看到的秘鲁电影。 在没看过此片之前,我对秘鲁唯一的印象就是和中国一样神秘且有远古魅力。 然而当我真正了解到那里民众的生活时,我着实有被震惊到,我怎么也想象不到在如今这个文明盛世依然存在土豆恶俗。 不过换种方式想想,在百年之前,我们的民族又何尝不是这样? 裹脚,流长辫,重男轻女,一夫多妻,这全都是落后的体现。 而今我们生活在盛世之下,似乎早就忘记了那些年的血和痛。 如今再看到世界的某个角落,存在着落后的文明,自然会大感震撼。 或许这部电影是上帝偷偷打开的一扇窗,让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人得以交流。 让我们通过影片,认清自己是何等荣幸。 看完此片,我心中有个声音回荡不止,华夏儿女,荣幸至极。 影片中有一个画面,莉莉安沿着长长的石梯走向小院,一路上风光多次变幻。 先是繁华,再是贫瘠,接着又是鬼斧神功的大漠风光。 最后走到贫困潦倒的平民去,这多彩的路程正如曾经那些懵懂的人类,走向天国寻找真知的过程。